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凤凰男老公为谋夺家产,害我双目失明后,又杀害我父母。 我偷偷治好眼睛,拿菜刀上门复仇,不料眼前一幕,却让我彻底崩溃傻眼。 失明三年,我偷偷治好后,想给老公一个惊喜。 不料我竟然看见他光天化日之下,和女人上床,惊喜瞬间变成了惊吓。 半夜三更,我举着菜刀开门桌间,小三下的魂飞魄散,拉着我老公哭,老公你说句话呀。 失明三年,我偷偷治好后,想给老公一个惊喜。 不料我竟然看见他光天化日之下,和女人上床,惊喜瞬间变成了惊吓。 半夜三更,我举着菜刀开门桌间,小三下的魂飞魄散,拉着我老公哭,老公你说句话呀。 纱布眼包被拆开的瞬间,失明三年的我终于重获光明。 耳边响起护士小姐由衷的恭喜声,像是银铃般月儿。 心语呀,恭喜你,致了这么久,终于得偿所愿,十分钟后你就能慢慢看到了。 我点点头,表面看起来很镇定,但嘴角还是不受控制地弯起来。 三年了,从那场车祸后整整三年,我终于能看见阳光了。 您先生这么疼您,知道了一定很欢喜。 是啊,我迫不及待想告诉唐家明这个惊喜,他是我最爱的丈夫。 这个在我车祸时就吓我,又不嫌弃我是个瞎子娶我的男人,在我心中早已宛若神底。 知道我复明了后,他一定比我还要开心百倍。 我眯着眼睛,轻轻望向窗外明媚的阳光,心里一阵期待和暖意。 对未来的生活早已充满了满满的期待。 回家的路上,我蹦蹦跳跳,这条熟悉的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无比幸福。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老公唐家明打来的电话,因为从前看不见, 所以唐家明为我买了一个盲人专用手机,只需要按一下就可以接通。 喂,亲亲老婆,怎么不在家呢? 电话接通,唐家明低沉好听的声音附在我耳畔,性感极了。 就是这样极有安全感的声音,陪伴了我失去光明的三年之久。 我瞬间露出笑颜,手音激动而微微颤抖着,却仍想要给她一个惊喜。 嗯,在我闺蜜白千千家,今晚就不回家了。 好,我现在还在公司,那明天我去接你。 我应了声,挂断电话之前还抛给唐家明一个隔空飞吻,随后转身就去了礼品店,买了香薰、蜡烛和高档红酒,想要创造一个惊喜的二人世界。 一定会很感动吧,老公? 我光是想想唐家明感动的样子,心里就一阵激动,脚步也不由地加快。 可等我回到家,竟然发现家里有人。 门口有一双红底高跟鞋,和散落在地的衣服、裤子,甚至是女性内衣。 复明第一天,我老公好像出轨了。 我家在市中心的一套大平层,是我父母生前留给我的房产。 那场车祸带走了他们,我却侥幸活了下来,唐家明不想让我伤心,就和我一起住在了这里。 他是我爸爸从前的秘书,在那场车祸后不顾旁人的眼光,娶了残废的我。 白千千总和我吐槽,唐家明是个想要吃绝户的凤凰男,心怀不轨,但我知道他很爱我。 只是眼下散落一地的衣服,主卧里传来的沉重呻吟声,都无疑甩了我两个大大的耳光。 我握紧手机,突然想起刚才唐家明打来的电话。 是知道我今晚不在家,所以才把小三带回了家偷欢。 我撞到的这是一次,那我看不见的时候,更或者我在家但不知道的时候,我咬了咬唇,不敢再想。 我没有像个泼妇一样去踹开房门,理智在瞬间占据了高峰。 而是故意伸手,碰掉了茶几上的一瓶水。 光当一声,原本恩恩阿亚的主卧里顿时一片死寂,我找了个柜子躲起来暗中观察。 心里抱着的最后一丝侥幸,在唐家明光着屁股出来,抱着怀里的娇气的小三,紧张四处查看的时候彻底粉碎。 我瞪大了眼睛,世界观在这一刻彻底崩塌。 我气笑了,是气笑了。 失明三年,再见到丈夫竟然是他出轨的现场,多么可笑啊。 想起那些在床榻上的缠绵时刻,竟然是和另一个女人共事一夫。 我觉得腹中翻江倒海,拼命捂住嘴巴,才没有呕出声响。 怎么了?亲爱的。 小三身材纤细雪白,像只受惊的小白兔,被唐家明抱在怀里紧张地四处看。 没事,窗望关了,一瓶水被风吹掉了。 唐家明四处查看,发现没有人回来的迹象,才松了口气。 我看着他疑心尽散,又抱着小三回卧室颠缭捣缝。 听到卧室门咔嚓一声锁了,我才从柜子里出来。 明明觉得恶心至极,我却仍不愿大口呼吸屋内的口气,只因这空气里都是那两个贱人的味道。 我打开手机摄像头,放轻脚步,强忍着恶心。 查看着我三年没有好好看过的家,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却吓一跳。 虽说屋内装潢仍是原来的风格,我最喜欢的简约北欧设计。 可当我看到电视柜上摆放的相框时,还是狠狠咬解了牙根。 我三年前和唐家明拍摄了婚纱照,因为看不见,所以这些都是唐家明一手操办。 拍完后,唐家明便给我一个相框,告诉我,那是我们拍得最甜蜜的一张。 我欢天喜地地摆在了最显眼的地方,每天都要骂撒着擦拭一遍,还会因为自己看不见而黯然神伤。 可现在,我呆愣在原地,连呼吸都凝质起来。 可你现在告诉我,那是什么? 眼前的照片,哪里是我的婚纱照? 我看着照片里激情拥吻的两人,呆若目击,瞳孔地震。 这不是我和老公甜蜜的结婚照吗? 为什么是和那个小狐狸精的激情照? 不,等等,有些不对劲。 我忽然想起什么,瞬间抬眼向四周看去,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些年,我原以为挂着满墙的结婚照,竟然没有一星半点我的身影。 全是那个小三和唐家明的亲密合影,两个人的缠绵像是鬼徒,不断侵犯着我的眼睛。 心里的作呕已经不算什么,此刻我背脊竟然抖声一阵恶寒,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唐家明啊,唐家明,原来你早就和那小三勾搭在一起。 这三年深爱着你,将你奉作神明的我,又算什么? 我红着眼眶,死咬着嘴唇,才不知崩溃,继续翻看了几个柜子和房间。 竟然发现空置许久的次卧里有人居住的痕迹,明显是个女人住久了的闺房。 我的名牌包包,奢牌裙子,金银珠宝,全都进了这个女人的手中。 唐家明竟然趁着我看不见,直接让小三住进了家里,两人如同夫妻一般生活。 这是想要和我俨然东吗? 那我又算什么?我才是这个家的业主。 我轻手轻脚地继续翻看,竟然发现了杜蕾丝,润滑油,甚至还有手铐等小玩具。 结婚这些年来,她与我行房事时总是重归重矩,我以为她是个憨厚的老实人。 呵呵,原来她玩得比谁都花,只是对我这个瞎子不感兴趣罢了。 我环顾着整间房子,竟然一点连我生活过的气息都没有。 复明的喜悦早已烟消云散,我突然感觉很累,颓然地坐在地上。 苦涩与愤怒在心里交加,难受得像是被拧了几道, 即便医生叮嘱我,近期不能哭,却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既然不喜欢我,那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心里突然咯噔一声,我打了个寒颤,脑海里浮现一个恐怖的想法。 莫非是为了我家的钱? 我擦干净眼泪,咬着牙撑起身子,深吸一口气,恢复情绪。 走到门口,将门打开又关上,故意搞得很大声。 随后拎着包假装一副刚回家的样子,面带愚蠢茫然地微笑。 哎,我怎么踢到门口的鞋了?你在家了吗,老公? 老公啊,千千家里有事,我就先回来了。 我继续装成看不见的样子,大喇喇地进门换鞋。 很快,卧室里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应该是他们在慌乱地穿衣服。 半分钟后,唐家明的身影从卧室里出现,身后的女孩穿着墨胸,狠狠瞪了我一眼,应该是怪我坏了他们的好事。 我强忍住想要拿刀囊死他们的冲动,拿着盲杖,假装什么都看不见。 啊,老婆,工作太累了,我回来休息一下。 有你回来陪我,真是太好了。 虽然被我吓得面无血色,唐家明的声音还是从前一样温柔,还真是影帝级别的演技。 她一边从背后抱着我,贴着我的脸所吻亲热,一边给那个女人使眼色,让她悄悄地溜走。 真不知道这种情景曾经上演过多少次,将我这些年狠狠地蒙在鼓里。 讨厌,老公,你真黏人。 我笑着撒娇,不留痕迹地避开,其实内心恶心地要死。 在那个小狐狸精即将与我擦肩而过时,我突然挣脱开唐家明的怀抱。 用盲杖假装探路,实则往地上狠狠一处,准确无误地扎在她的大脚趾上。 为了能让盲杖更加牢固,也能防身所用,我曾经让工人将盲杖的底端改成尖钉。 我动作看上去轻,实则用了吃奶的劲儿,只怕她的脚步骨折呢。 尖锐的钢钉扎进她的脚趾,流出骨骨地写来,那狐狸精猝不及防,五官都疼得扭曲成一团。 就在她要受不住疼,大喊出声的时候,唐家明眼疾手快地捂住了她的嘴。 我分明看见她的口型,不能喊。 喊了我们俩全玩玩。 那小三痛得青筋抱起,像狗似地咬住唐家明的手,唐家明痛得要死,却也不敢喊。 哎呦,就这个狗咬狗爽。 哎呀,我是砸到什么了吗? 我假装疑惑,像是确认那是什么似的,还用那盲障在她伤口上狠狠戳了几下,搅得血肉模糊。 亲爱的,你看看这地上是什么?怎么肉肉的? 唐家明被小三咬得手都出血,却还是咬紧牙根,停静地回答我。 啊,没事老婆,是抱枕啊。 你松开手,我把她捡起来。 你回家了就先休息吧,我回公司开会了。 说吧,趁着我大发慈悲地抬起盲仗,她飞速地拉着那女人,逃也式地离开了家门。 砰的一声,大门重新关上,我冷冷一笑。 走到那所谓的结婚照面前,单独拍下那女人的照片,发给一位在网络上颇付盛名的私家侦探。 半个小时,我要这个人的全部信息。 在等待私家侦探消息之前,我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整理思路。 我与唐家明的故事,还是要从三年前说起。 那时我,同事集团的继承人童心语,是京圈里最漂亮的名媛。 而唐家明,只是我父亲招聘来的秘书。 他是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凭借自己考了高校,和我父亲当年一样。 所以父亲很赏识他。 但还不至于把我这个心肝宝贝儿嫁给他的程度,当时我已经谈了一个高富帅男朋友。 在那之前,不知为何,父亲生了唐家明的气,要将他辞退。 在人事处分下达之前,我为了哄牢两口开心,特地想要带他们去马尔代夫度假。 而就在去机场的路上,天宫不作美,下起了青藤大雨。 司机李叔明明开了很多年车,那天却状态不佳,车子总是不灵光。 我以着车窗昏昏欲睡,突然耳边一声巨响,猛然睁眼时,已经天旋地转,头痛欲裂。 高架上的车祸惨烈异常,一车人除了我,全都当场死亡。 碎裂的车窗玻璃扎进我的眼睛,瞬间我面前血红一片,又陷入沉沉的黑暗。 最后听到的,是唐家明大声呼喊我的名字。 或许是所谓的吊桥笑应作祟,住院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脆弱的时光。 还好有唐家明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哄我开心,我才从失去双亲的阴霾里走出来。 失去我父亲的公司被群狼还四,也是因为唐家明的帮助才恢复稳定。 至于我那个高富帅男朋友,在知道我瞎了后,就再也没联系过我。 转头就去找了别的嫩模撕混乱稿,让我一度成为名媛圈最大的笑话。 而在一个春日的夜晚,唐家明向我表白了。 心语,我一直一直都很喜欢你,我暗恋你很久了。 之前董事长生我的气,也是因为发现我暗恋你,怕我扰乱了你和林少爷的婚事。 但现在,我想保护你很久很久,你愿意吗? 当时的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呢? 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没有想到有人对我深情至此,扑进了他的怀里。 和他在一起那段时光,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在决定谈婚论嫁之前,唐家明带着我回到了老家,让我去见见他们的父母。 我眼睛不好,会不会被你家里人嫌弃? 怎么会呢? 娶到你是我的福气。 和他的话一样,唐家明的家里人见到我都很热情。 即便我看不见,也能感受到他妈妈对我的满意,似乎并不介意我是个瞎子。 好啊,好啊。 家明能娶个好女人,回家我就放心了。 还有他的二表哥,听声音是个粗人,却总是笑得很猥琐。 哎哟,铅娃子,没有你哥哥我哪有你现在的今天。 当时我沉浸在幸福中,并未深思这些话的含义。 如今想来,只觉得遍体声寒。 原来从前这么多细节,都被我忽略了。 很快,手机里传来了私家侦探的传来的文件,是那个小三的详细资料。 看完后,我只觉得,好想连夜登上空铜山。 苏雪柔,女,24岁,从前是酒吧的脱衣五娘,现任同事集团总经理秘书。 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因为唐家铭总是挂在嘴边,是他的表妹,也是他的秘书。 当时他还说,找个亲戚在身边做事,既不会让我多心,也给足了我安全感。 现在想想我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唐家铭现在总览集团大权,安插一个人进来,不过是动动嘴皮子。 我如果再瞎下去,附近苦心经营的半生基业,恐怕就要拱手他人了吧。 陈思坚,新的文件再度传到手机里,这私家侦探竟然连苏雪柔的喜恶表都能搞到。 文件最后还是苏雪柔从前在酒吧乱搞,一些放浪行骸的私密照,不得不说他可真牛。 我感叹一句,随手划到最后一条。 喜欢的香水,事后清晨。 我挑了挑眉,心中默然生出一个想法。 晚上的时候,唐家铭下班回家了,手上还绑着绷带,估计是被苏雪柔咬坏了。 呵呵活该。 老婆,我回来了。 我敷衍地恩了一声,实在是懒得搭理,躺在沙发上听音乐。 怎么不去房间休息? 呵呵,那张床上不知道都睡过了谁,我可不想去躺着。 你这个烂黄瓜脏男人,我得了病该怎么办? 我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装作一副小白兔的样子窝在唐家铭怀里。 呜呜呜老公,其实今天是我和千千吵架了。 唐家铭摸着我的头,温柔得比平时更甚,也不怪这三年我会掉入她的温柔陷阱。 她说你坏话。 说你前几天和小三开房,我就和她大吵了一架,老公你这么爱我,怎么会呢? 白千千作为我的铁杆闺蜜,两年前回国发现我嫁给了唐家铭,完全恨铁不成钢。 当然,那句话是我随便编来试探的,可唐家铭听后却脸色一白,大约是仗着我看不见,她的脸色当时阴沉下来,皮笑肉不笑地摸我的脸。 怎么会呢,老婆?前几天我都在外面出差啊,雪柔可以帮我作证,要不我打个电话给她。 我说大哥,你也真好意思,我在心里翻了一万个白眼,真把我当成你们一起玩的一环了。 不用了,我相信你。 我笑着伸出手,假装摸空了两次,才碰到她的脸安慰。 你瘦了好多,我给你买了点补药,吃点好不好。 她见我如此,也毫不设防,拿起药片就吃了下去。 半小时候,我看着倒地呼呼大睡的唐家铭,狠狠踹了一脚,他却毫无反应。 滚吧,脏男人。 唐家铭吃了安眠药睡着后,我很快掏出他公文包里的电脑。 看着显示屏上的密码,我试探性地输入我的生日,显示密码错误。 私存片刻,我又翻出手机,在唐雪柔的资料里找到他的生日。 0618,靠,真对了。 不仅如此,后面的许多文件密码,都是这个数字。 还是真是对那狐狸精情根深重,既然如此,唐家铭取我的目的就更不纯了。 还说什么暗恋多年,亏我当时恋爱脑上头竟然信了。 失明这三年,我几乎从不过问公司的事情。 可在唐家铭的电脑资料里显示,同事原本的几个董事竟然都被他用特殊手段逼走。 自己和苏雪柔合伙吞并了若干股份不说,还转移了许多资产到国外。 包括父亲生前留给我的酒庄、农场、还有几家大酒店,如今都成了唐家铭和苏雪柔的囊中之物。 我沉下一口气,强忍住内心的汹涌怒意。 回头看了看梦中呻吟的唐家铭,决定先用幽盘导一份,日后再细看。 正当我打算关闭电脑时,唐家铭的微信突然来了消息。 被注是老婆,当然不会是我,我点开一看,发现是苏雪柔。 老公,人家的脚好痛,要老公吹吹才好吾吾依,好恶心一女的。 我懒得回复,直接鼠标上滑,看其他的聊天记录。 老公,你什么时候和那个黄脸婆离婚啊? 还不到时候,宝败。 你不知道,我在家里总是忘了他的存在,要把我吓死了。 老公亲一个,再委屈你几年,等我们把钱都拿到手,就,就和当年弄死那老头一样。 嗯,聪明。 明明是几行轻飘飘的字,我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难道我父母的死,当年那一场车祸,都是唐家铭故意为之? 当年若没有那场意外,他就被我父亲扫地出门了。 所以,我不敢细想,连忙关闭了电脑,又把睡着的唐家铭拖到沙发上。 做完这一切后,我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不敢把自己可怕的猜想和真相联系在一起。 在吗? 我掏出手机,给私家侦探发信息。 看到对方显示已读,我急忙再次发送。 查一下三年前同事集团董事长夫妇车祸案,无论什么证据和线索,我都要。 多少钱我都给你。 对面一读后,沉默了很久,最后只发给我三个字。 见面说,第二天,趁着唐家铭出门上班后, 我很快也出门。 按照短信里的定位,我竟然来到了一所墓园。 这里是安葬我父母的地方,唐家铭曾经陪我来过多次, 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墓碑。 想起无辜枉死的他们,我心里一阵阵地抽痛, 跪在地上泪流满面。 突然,一方手帕从身后递给我,是个戴着墨镜的男人。 你就是私家侦探? 为什么让我来这儿? 你是不是查到了什么? 我没有接那方手帕, 瞎过一次的我格外谨慎,摇了摇头。 墨镜男没说话, 只是伸手指了指我父亲旁边的那一座墓碑。 我疑惑地看过去,煞时间心头一震。 这不就是司机李叔吗? 是啊,当年的车祸,在驾驶座的李叔受得伤最重, 也是第一个没命的。 李叔从小看着我长大,就像是我的亲叔叔一般。 看到他慈祥的面容印在墓碑上, 我不由地泪流满面。 欣宇,看来你还记得我爸呀。 墨镜男此时出生, 是我在熟悉不过的声音。 李叔的儿子,李续言。 续言哥? 是你。 自从出车祸后, 我就再也没听过你的消息, 当年瞎了后, 我就被唐家明照顾, 或者说是唐一炮弹控制起来。 那段时间, 一个熟视的朋友和亲戚都见不到我, 就和外界彻底断了联系。 此刻见到续言哥, 竟然感觉到格外亲切。 李续言叹了一口气, 带着我来到守牧人的小屋。 原来这么多年, 他都隐姓埋名地生活在这儿。 那场车祸我一直觉得不对劲, 警方判断是我爸酒驾, 才导致雨天出现事故。 可我相信, 他坐了这么多年司机, 和你们相处得像家人一样, 怎么会喝酒误事。 后来我找人对我爸进行尸检, 他胃里根本就没有酒精, 全都在口鼻里, 明明就是死后被硬灌进去的。 我回想了一下三年前, 李叔是个稳重的人, 那时车里确实没有闻到过一丝酒味。 许颜哥, 那你叫我来, 是不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李许颜点了点头, 拿出电脑, 给我翻看了许多监控视频。 其中有一段, 是三年前车祸当天的道路监控。 在我们车的后面, 始终跟着一辆面包车。 原本还正常的形式, 可三分钟后, 却突然狠狠撞向我家的车。 我瞪大了双眼, 似乎那时的惨痛记忆又浮上脑海, 一抽一抽得疼。 李许颜没说话, 又弹开另一个监控视频。 日期是在车祸两天前, 一个破旧小区门口, 那辆肇事的面包车 就停在附近的小餐馆前。 而从里面把酒言欢, 勾肩搭背走出来的, 正是唐家明和一个陌生男人。 这是那个司机吗? 我颤抖着手, 指向那个陌生人。 不止, 李许颜替我倒了杯温水。 他是唐家明的二表哥, 唐小人。 从公墓回家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还下起了小雨。 我浑身湿淋淋地回到家, 唐家明正在家里等我, 客厅里竟然还坐着苏雪柔。 他仗着我看不见, 正大摇大摆地坐在沙发上吃零食, 还洋洋得意地瞪了我一眼。 老婆你回来了, 怎么淋湿了, 快擦擦。 唐家明假惺惺地递给我毛巾, 实则是厨房里随意拿的一块抹布。 我有点累了, 我轻轻叹了口气, 摆了摆手。 原来人悲伤, 愤怒到极致的时候, 反而会很冷静。 我去摆摆我爸妈, 你自己吃吧。 当我提到我爸妈时, 唐家明的表情心虚极了, 却还是皮笑肉不笑地答应了我。 我假装摸索着走向那个小房间, 是当年唐家明特意为我父母做的小灵堂。 这么多年, 我每当想起他们时, 就会在那里叩拜。 我推开灵堂门, 向那座小佛刊走去。 在点燃香烛时, 我突然愣了片刻, 内心浮起一阵不好的预感。 于是我上前一步, 毫不犹豫地掀开佛刊的帘子。 下一秒就僵在原地, 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 心脏都要爆炸。 哪有什么灵位, 那分明是两个滑稽的奥特曼模型。 好过分, 这个混蛋, 竟然骗了我这么多年的眼泪和寄托。 每次我思念双亲, 跪在灵堂里痛哭流涕的时候, 唐家明, 你是不是都觉得我很可笑? 我攥紧双拳, 狠狠砸向地面。 唐家明, 苏雪柔,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老公, 我困了, 先去睡了。 听到努力压制的声音声, 我想都不用想, 就是这对狗男女又在当着我的面偷情。 是想要追求刺激吗? 好啊, 那我就让你们刺激到底。 我回到卧室里假装睡觉, 实则打开了我前几天偷偷安装的监控, 调整到客厅的角度。 果然, 那对狗男女听着我屋里没了动静, 很快就纠缠成了一团。 我看得直返位, 决定以后要把家里的家具全都换一遍。 就在他们沉醉其中, 不知天地为何物的时候。 我掏出一把刀, 猛地推开房门, 双眼空洞着, 好像在梦游。 老公, 老公你在哪儿啊? 我好想你啊, 我一边胡言乱语, 一边拿着刀向他们摸索着。 那对狗男女顿时被我吓得僵硬在原地, 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看着他俩无声地眼神交流, 心里兴奋极了, 就这个捉奸爽。 见没人回应, 我继续演, 老公我看到你了, 你在这儿是不是啊? 说着我举起尖刀, 猛地向那双赤身裸体的狗男女身上扎去。 苏雪柔到底还是个年纪小的, 哪见过这个场面? 当即便尖叫着跳起来, 却不慎从沙发上崴了脚, 泪眼朦胧地看着唐家明, 老公。 老公你说句话呀。 结婚三年, 唐家明哪见过我梦游的样子, 加上心虚, 早已吓得魂都丢了。 我继续举着刀, 追逐着苏雪柔。 很快, 他被我一步又一步地逼到了阳台上。 我们高档大平层的阳台, 两个邻居家都是互通的, 平日里可以当作一个空中小花园。 苏雪柔被吓得瑟瑟发抖, 在阳台里拼命夺我, 丝毫忘了自己不着寸履。 汪汪汪, 啊! 下一秒, 一狗一人的声音同时尖锐地响起。 等唐家明穿好衣服, 冲到阳台上时, 看见的是楼下倒在血泊里的苏雪柔。 我的刀并未伤害苏雪柔分毫, 而是他大腿内侧的肉, 被邻居家的杰克狼犬给咬掉了。 我本来只是想吓吓他, 没想到这耸货会怕到跳楼, 还忘了这是二十楼。 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 除此之外, 还有淡淡的香水味。 是啊, 事后清晨, 多好的香水。 人喜欢, 狗闻多了, 也喜欢咬呢。 苏雪柔坠楼死了, 警方前来调查。 我因为是个瞎子, 警方没有找我录口供, 反而去找了唐家明。 他去了整整一天才回来, 据说是承认了自己的偷情行为, 才免除了罪责。 老公, 别害怕了, 雪柔是不小心的。 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抱着他轻声安慰。 他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 推开我去了刺我休息。 看着他失魂落魄的背影, 我微微一笑, 这才哪到哪呀? 苏雪柔死后, 他无心工作, 更没心思管我, 只默默给苏雪柔守丧。 集团那边, 便有了很大的空子, 可钻, 正合我意。 我托了父亲以前在集团的老陈, 将续言歌安排在公司管理层, 唐家明并未察觉。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我和李续言四处奔走, 搜集了不少铁证。 终于, 到了半个月后的集团董事大会。 续言歌告诉我, 唐家明早些年吞并股份, 就是为了今日将同事集团更名改姓。 父亲这些年打下的基业, 我怎可能让他毁于这个杀人犯手中。 我换上一身黑白西服, 静静站在会议室门外。 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株孤独, 泛着寒气的冷山木。 看着唐家明那衣冠禽兽, 正坐在我父亲从前的位置上, 夸夸其谈。 但他并不知道, 想要收购的那些股份, 在他为了苏雪柔暗自神伤的时候, 早已购入我的名下。 各位董事, 作为同董事长的女婿, 同事集团现在的掌舵人, 我希望能够以一个总领的方向, 带领集团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感谢各位董事的支持。 说着, 他就开始转身, 启动大屏幕上的幻灯片。 我勾唇冷笑, 推门而入。 唐家明, 不邀请最大的股东, 那还开什么董事大会呢? 尖锐的高跟鞋踏过地板, 发出有规律的哒哒声。 众人闻声, 齐刷刷回头看向我。 比起我的装束和从天而降的架势, 更惹人注意的是我的眼睛。 那是一双炯炯有神, 明亮的眼睛。 心瑜, 你, 你的眼睛。 看到我的一瞬间, 唐家明呆愣在原地。 但他不愧是影帝水准的表演, 很快反应过来, 露出虚假的笑。 你能看见了吗? 什么时候的事? 真是太好了心瑜, 怎么不告诉我一生呢? 会议室内全员静默, 其实早已多半是我的人, 自然对他的表演视而不见。 我冷笑一声, 抱着肩膀走向会议桌的最前方, 路过他时毫不客气地撞开唐家明的肩膀, 拉起椅子就坐在最高层领导的位置。 唐总, 愣什么呢? 继续啊! 我摆了摆手, 示意他可以继续。 当着这么多人被下了面子, 唐家明脸色有些不好, 但还是干笑了两声, 继续汇报。 他站在幻灯片前, 夸夸其谈, 随手播放了几段视频。 台下的诸位董事却观之色变, 个个面如土色。 传进耳朵里的声音, 也不是他以为的橡木片, 而是牵麻子。 你放心, 哥们车技好的嘞, 一个甩尾就能把老童头一家撞得稀碎。 好, 为保万一, 我给那辆车统统动了手脚, 刹车不灵。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你小子鸡贼呀。 放心, 事成之后, 我给你这个数。 监控视频戛然而止, 唐家明和唐小人勾肩搭背奸笑的表情, 被定格, 放大。 我宁神看着那画面中的两个恶魔, 那笑容直让人不寒而栗。 台下的董事们都在窃窃私语, 有的甚至掏出电话, 想要报警。 不, 这是什么? 我见都没见过。 唐家明猛地夺走那人的手机, 狠狠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随后手忙脚乱地按起遥控起来。 可惜越慌, 越忙, 就越乱。 随着唐家明胡乱按着遥控器, 幻灯片里的画面也跳转起来。 当看清那些是什么后, 他的脸色竟然更加苍白, 瘫坐在地。 我捡起他手中的遥控器, 逐针向大家展示。 这个文件夹, 是唐家明多年来逼迫股东转让股份的录音证据。 这个幻灯片, 是唐家明当年计谋杀害我父母双亲的计划。 还有这个, 我父亲当年为何要辞退唐家明? 是因为他做了豪力集团的商业间谍, 炒了他的鱿鱼已经是放他一马了。 没想到你个混蛋竟然起了杀心, 我父亲从前那么看重你, 你为什么要害了他? 为什么要杀他? 说到这里时, 我已然崩溃, 泪流满面地疯狂撕打着他。 直到续言歌带着警察来到会议室, 我才看看冷静下来, 瞪着星红的眼睛看着他。 证据确凿, 人赃并获。 唐家明和唐小人都被逮捕归案。 当年被唐家明非法转移的资产, 也都被警方尽数归还。 童心语, 你什么时候看得见的? 被拷走前, 唐家明恶狠狠地盯着我, 仿佛要撕掉我一块肉似的。 我勾唇一笑, 眼神阴郁地可怕。 很久很久之前, 我什么都看见了。 哦, 对了, 你妈还在农村是吧? 放心, 在你被执行死刑之前, 你是个大孝子, 但身为法定儿媳妇的我, 也会好好的笑、 敬他。 我俯下身, 轻声在唐家明耳畔说道, 又丢下一张封人院的卡片。 独妇, 独妇, 看着他浑身颤抖的样子, 我只觉得畅快不已。 唐家明被法院判处死刑那天, 我来到了墓园。 三束花, 分别放在了三位老人的墓碑上。 看着爸爸, 妈妈, 还有李叔墓碑上的照片, 我突然落下泪来, 明明很久都没有哭过了。 爸妈, 还是我亲爱的李叔, 我会带着你们的期望, 好好地活下去。 绵绵细雨里, 我跪在地上, 默默磕了三个头。 恍惚间, 一阵微风吹过, 拂过我细碎的发烧, 微微地痒。 恰似少年撒娇时, 长辈掌心抚摸的温柔。 我知道, 是他们听见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